歡迎來到新聞娛樂通 現在這個時代 從大明星到路人甲 每個人都要修修臉 你說以前服裝儀容整潔就好了 沒有 現在臉沒有修 沒禮貌 今天現場的專家各個是 現場的來賓各個是 專家各個是 專家各個是 先看到藝人羅佩穎 大家好 我是非常有禮貌的 我都有按照政府的規定 定時的外力牆去修 整型醫師林靜雲 大家好 我也盡量有禮貌 營機記者楊皓如 今天好 大家好 我沒在忙 整型醫生李久恒 大家好 我是李久恒 秘迪老師蔡相機 大家好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自己因為工作的因素 也常常採訪一些好萊塢的大明星 結果妳發現明星應該有很多的錢 找最好的醫生有什麼用 連Nicole Kimmel 妮可基曼 我去採訪她的時候 她講話都這樣 會不會動 她的嘴唇都揭起來了 沒有 去年的Oscar 有幾個女明星上去講話 大部分的表情都跟我一樣 不太有什麼動物 對啦 妳還好啦 但是這一張臉就辛苦了 我那天看到新聞 就不久前的新聞 說整型是要把它越整越好 整成這樣都不夠小 這好像看起來像震撼教育對不對 是啊 妳有被震撼到吧 我那天看到嚇壞了 我不是被震撼到 我自己有 妳有這種經驗 我也有長成像她這樣子的時候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時候我也是在主持一個帶狀節目 那我還沒有找到 我適合我的醫生 就是看人家雙眼皮割得好 妳哪個醫生割得我要去 所以妳是逛街購物來的 今天這一家 明天那一家我的臉 給各個不同醫生試試看 可是這一家醫院 是很大的一家醫院 國泰醫院 我想說國泰醫院 有名耶 可靠了吧 可靠了吧 對 我就去國泰醫院 然後我就說我要打這個肉毒 因為我這邊有一點皺紋的醫生說 這個小試一裝 可是我很怕動 他就可以幫我先打一針 好像比較放鬆的針 叫我不要那麼緊張 先讓妳放鬆一下 先讓我放鬆一下 可是我這個人一放鬆 一不小心就睡著了 你知道打完 打完肉毒感菌的話 是最好妳要正做 也不要去睡覺 為什麼 也不要這樣歪 也不要偏 因為他剛剛打進去的時候 藥水在裡面 他是會走動的 妳如果往這邊歪的話 他就歪在這邊 然後妳往這邊的話 他就會流到這邊來 所以要正的 所以妳要直直的不可以動 直直的起碼要五到七個小時 對 他幫我打完 他就去忙他別的了 然後我在那邊 他打完我就已經昏倒睡著了 然後就這樣子 這樣子完了 我一起來以後 我就出去跟朋友吃飯 吃到晚上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我朋友說妳怎麼眼睛小了 我說大姐幾點了 兩點多了眼睛還不小 然後妳說誰還眼睛那麼大 當然小了 到三點說妳眼睛更小了 大姐 越來越小了 三點了當然更小了 我待會兒四點的時候 比我現在三點眼睛還小 然後她就說 不對…妳照一下鏡子一看看 我一看 我的眼睛真的很小 真的這樣子 真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怎麼這樣就張不開 怎麼這樣就張不開 我又是左臉比較漂亮的人 我又主持節目 人家機器就這樣子照我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我氣得要死妳了 我馬上去找那個醫生 我的天 我沒有辦法 妳怎麼 總不能說我這樣就不來了 對不對 我還掉過 掉眼水 掉著眼水去錄影的 對啊 我就是這麼愛簽 不是 我就敬業 然後呢 然後完了以後 我就去找醫生 醫生就很緊張 就召了廠商來 廠商就跟我講說 這個情況是會有發生的 點點眼藥水 它就一點眼睛可以 稍微張大一點 這什麼神奇眼藥水 真的喔 可是要真的 張得跟原來一樣大的話 要大概要一個多月左右 起碼也要20天 所以妳就這個樣子 頂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對 主持節目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一直弄著這個眼睛 一直還覺得自己千交百妹的時候 而且更慘的是 稍微張大一點的時候 妳就希望眼睛一樣大 妳知道那個黑眼線 黑眼線畫起來會搞 看起來眼睛比較大 妳知道我的黑眼線 現在已經畫到差不多快到 妳一圈黑黑的在那邊 這樣子看起來眼睛會比較 畫成外國人了 很深的眼凹這樣子 我真想殺了那一醫生 我真的很恨他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 妳要找到對的醫生 要有責任心的 因為不只是術後 術後他們會非常詳細的說服 說服妳 然後告訴妳怎麼樣怎麼樣 術後以後 錢賺到以後 有的就不理妳了 真的喔 起來有的東西是要冰敷的 他們都忘記告訴妳了 所以臉就腫啊 或者是歐青啊 全部放出來 所以我覺得術後跟術前 都是一樣重要的 或者是我們現在 又想出國去打胎盤素 羊胎盤素 或者是打這個幹細胞 這都是很流行的 可是我們國內 現在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有親身去試驗過 我有看過打羊胎盤素的 女人或者是男人 比較不容易長白頭髮 是嗎 就是妳打到50多歲 她就不長白頭髮就是了 可是羊胎素 妳要注意 常常妳講說去瑞士 或者去哪裡 去打這些羊胎盤 去的時候 就給妳看一大堆 山羊在那邊走 羊在那邊走來走去 就說等一下妳就會 打這些羊的什麼的 可是妳知道羊胎盤 妳是要選公羊的打 還是母羊的打 女的應該選 這麼仔細 女的應該選母羊 所以母的補母的 公的補婆 男的要選公羊 她羊胎盤素出來給妳註明 有是男的羊的 還是女的羊的嗎 沒有 所以妳打的是什麼東西 妳也不知道 現在還流行去烏克蘭 去打人體的幹細胞 這一針打下來 大概100多萬台幣 這一個trip 它就是賣妳整個一個package 妳去旅遊 去那邊 說實在的 打幹細胞要先檢查身體 先測驗 妳身體裡面有沒有癌細胞 如果妳癌細胞有的話 幹細胞打進去的話 妳的癌細胞可能是會長大的 或者是生長激素 妳好專業喔 是會長大的 多意思 所以妳要檢查身體 要幾天的報告才可以出來 它整個全package 只給妳去個10天12天而已 妳檢查身體就要幾天 然後完了以後 取出自體幹細胞 因為我們人老了 取過我們自己的幹細胞 我們的幹細胞也老了 所以我們要取年輕的 大概21歲到24歲左右的人 尤其是運動員 這個幹細胞是最棒的 取出來然後要再培養 培養要10天到兩個禮拜 我都不曉得 你們花幾百萬出去 打的是什麼東西 不管是幹細胞 不管是打臉打哪裡 反正感覺上不是要它漂亮 就是要它比較健康 但是現在我們聽到 越來越多的人 譬如說在放寒假暑假 或者是求職潮之前 很多人是求整形來改運的 甚至前一陣子還聽到 有什麼掌紋都給它割一割 還是幹嘛的 掌紋整形這個是 最近一個新聞 就是日本一個醫生 他大概做了30幾個客人 其實掌紋整形這個東西 其實在我們中國台灣人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流行 所以就只有在日本 要求也不是那麼高 可是中國人是會看首相的 其實可是你看它掌紋 這個素前素後照片 這是before 對 這是after 它增加了一些這個 就是這三根 這個視野線 往上衝的 對 它增加一些視野線 其實它就是利用 很簡單的雷射原理 去製造一些疤痕 你這個疤痕 每一疤的都要給它 造出一些疤來 在手掌上做一些疤痕出來 看起來就像有掌紋的感覺 可是它還是沒有辦法像 正常的掌紋這麼深刻 不過我們看他做的這個手掌紋 老師 他一做做了三條 然後這樣咻這樣衝上去 可是我那時候一看說 這邊不是感情線 感情線如果中間差了 這樣好嗎 我們的視野線 是從手頸這個地方 由下往上直升上去 對 最理想的是到感情線能夠停止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他應該停了 如果是到感情線停止的話 就代表你的視野 從少年到中年 都能夠很順 但是如果是穿過感情線的話 你事業太強的話 那表示你的精神體力 生活重心 全部都是在事業上 你就沒有多餘的時間跟精神 可以照顧你的感情 所以感情家庭就會受影響 就是有一好就沒兩好 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或是你的先生太太 可能因為你忙於工作 而沒辦法跟他有這方面的照顧 可能事業很好 但是感情就不太好了 那這一種型的小心 你的配偶或是男朋友女朋友 因為你感情沒有跟他照顧得很好 他可能往外發展去 所以這也不是一件好事 還有如果太長的話 代表事業心很強 到了老的時候還在工作 這也是一種老拍名 對 那事業當然就是到了老人的時候 就是要把你所賺的錢 跟你所人生所創的事業 然後要來安享你的晚年 沒想到晚年又要拿來創業工作 然後不眠不休的 那這沒有什麼好意義 然後如果是事業線太多條的話 表示就是說 你可能有主業又有副業 那你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你的事業上 你也沒有個人的時間 所以這在人生來講 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管是我們說中國人 就是看面相跟看首相對不對 面相 首相都是大家一翻兩瞪 也一看就知道了 有一些人還在看不見的地方動手腳 對 像我有一個客人 他是一個命理大師 他來的時候他就跟我講 我本身就是學命理的 所以我要我的眉毛要高 這個顴骨要飽滿 然後太陽穴要飽滿 要符合我覺得好命的一個長相 把它整個修好 然後他說我是屬馬的 所以我馬這個 這叫巴爪丁 這好像那個沙丁魚的牙齒一樣 對 這樣爪 準備刺到 它不是只有八個爪 它十三個爪子 它也是一樣 不過這個就不 因為它是比較終極版 可以維持五年左右 這裡要開個小傷口 或是耳後開個小傷口 它可以拉你的 等一下 開個傷口 然後把這個塞進去啊 對 塞進去之後 把這個套子拿出來 然後這個鉤子 就會勾住我的臉 這樣往上勾 還有更恐怖的 這一隻 這什麼樣子 這什麼 兇器嗎 還有一遍 你不要